好 再講曼德拉之前 再問韋翰一個問題 胡志強到底要選嗎 要 要 不然他有沒有蕭家綺兩個在那裡 沒有啦 他只是開玩笑而已 他只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雖然大家都覺得說 蕭家綺被叫去當內政部的次長 是要陪著他選擇當市長 說實在他被陪著選擇次長直接留在那裡就好 把他調走才對 讓他直接對不對 帶市長就好啦 他只是要讓黨中央展現出說 你們找蕭家綺來 要挑撥他來背叛徐博康里 蕭家綺是我的人 所以他意思是說 只要我要選蕭家綺叫我什麼 他叫我市長嗎 蕭家綺他只要胡志強最後決定選 馬英九開出來的條件沒有辦法讓胡志強心動 還有一點我要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胡志強他現在名字也大了身體也不好 他考慮的不只是有權力而已 還有生活上的方便 就像劉川峰跑去湘北市 因為他住的他家比較近 並不是說 因為胡志強的太太在台中 他們現在醫療 他太太小一隻熟 然後要去看定期看醫生 還有那個醫護啊等等 他住習慣了 他台中住習慣了 行政院中部辦公室主任 那沒有用 那差多了 台中市長的市長 他辦公室主任被換掉 一輩子也見不了報 到明年13年 然後往17邁進嘛 其實也不錯啊 我相信如果他明年再選 而且還選上的話 歷史流民 中華民國史上 不會有人幹一個市長17年 他也不錯他就可以含笑 我覺得權力一定有一個 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你看胡志強都中風了 太太都這樣子 但是他還是要選 你說台中市對不對 不是 權力 對啊 當然 這個很有趣 我前兩天剛好碰到一個 退下來的政治人物 說起來逆回差不多八十了 但是他以前在從政的時候 我不覺得他有這個年紀 可是他退下來差不多兩年 我覺得他看起來像九十歲 就是那個老得非常快 所以鎮曼哥剛剛講權力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就可以講回慢點了 他做了二十七年對不對 而且當了一任的總統 就做了五年 他立刻就積留永退 他為什麼沒有眷戀那個權力 沒有覺得南非欠他的 應該一次一次的還他 因為他會 你在影射台灣某位 我沒有影射 是剛好有人這樣想嗎 有啊 有啊有人就這樣想啊 沒有 台灣有 台灣有些政治人物做過勞的 或者為民主奮鬥過的 南非有這樣的心理 你欠我怎樣 我覺得不是只有他一個 我覺得很多有這樣子的女生 很多有這樣欠的這樣一個心態 我這個我就對號入座 我也沒有關係 我就是覺得他們有 如果對照曼德拉 那這個是他沒有 對不對 美恩姐講這個應該是觀眾朋友 大家覺得 因為其實觀眾朋友在電視前面 應該分兩種 一個是對曼德拉熟悉 跟對曼德拉不熟悉的人 我相信三十歲以下的人 可能比較不熟悉 那在1993年那時候 曼德拉他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也來台灣訪問的時候 那時候有看過台灣 一定對他非常熟悉 我先講一個結論 剛才美恩姐講的 為什麼曼德拉只做一屆總統 就急流勇退 因為他大度而且聰明 這兩個 因為他覺得 為什麼聰明 我先跟大家講 如果他做 做到後來被趕下來 或是造成一些問題的時候 沒有 這個才是符合他一輩子追求的東西 他追求的是什麼 他不可以自己練戰那個位置 然後破壞他說追求的那個 美恩姐你講練戰 倒也不至於 因為他本來就還可以再選 他依法可以再選一次 但他不要 他不練這樣嗎 他可以再選 而且他是第一次 這個黑人 他的時候跟那個戴克拉克去交接 我跟美恩姐講 因為他的這個動作 讓大家覺得他沒有恨 因為他這個動作 讓大家覺得說 他已經超越南非總統這個位階 因為他這個動作 全世界的黑人 把他當成是一個 像是金恩博士那樣子 位階的精神領袖 所以你知道嗎 他之前幾個月前傳出病危 歐巴馬立刻空軍要 就飛到南非去等 等了三天 以後發現又救回來才離開的 所以我說 連美國總統都要把這個事情 當成是重要的大事 歐巴馬要去喔 要親自參加 也告別的事喔 對阿 所以我就說 對曼德拉來講 曼德拉的這個動作 被關了27年之後 然後在監獄當中 戴克拉跟他見面 他還要求說 你要對我 以平等的人對人之間 我才要跟你見面 好 做誰中請配的 他在監獄裡面哪有 他只有他的球服而已 給他量身訂做了西裝 給他做了皮血以後 請他到城中府去 也不是在那個監獄裡面的會客室 然後他說 這東西不是對我 曼德拉 而是只有你這樣子對我 才能看出白人對黑人的那一種 這麼糾結以來的殺戮 能夠被化解 然後他的救世大典的時候 他把關他27年的 可能也有打他 也有教訓他的御族 大家不知道 可能到後來大家很熟 還一起抽煙 但是總是感覺說 關他打他的人 他把他請到他救世大典 在那一刻 他做這事情是要讓人之融化 大家說 原來他可以做到這樣子 然後種族的那些衝動 因為其實南非之前 種族非常難解 白人其實是黑人 然後黑人也會去殺白人 所以他才要必須這樣做 所以剛才美言姐講說 他用這樣的方式來告訴大家 這些虛民權利都是假的 所以他的一個名言 對照我們前面五段所討論 其實有很多可以思考的地方 他講說作為領袖 最好隱身在後方 讓其他人站在前面 尤其在慶祝勝利 及好事發生時 但在危險時 領袖要站在前線 人民才會肯定你的領導力 我們現在領袖正好相反 那個勝利的時候挺身而出 危險的時候躲在後面 我們要相信人偶爾會站錯位置 希望你趕快站回你應該站的位置 可是他從來沒有站對過位置 你剛剛講半德拉 為什麼只能做一任 我覺得應該倒過來看 就是說他正因為這種雄襟 所以之所以偉大 其實曼德拉有個小故事 我覺得跟大家分享 他當選總統之後 因為南非長期是白人在執政 所以他身邊的隨戶 都是白人警官跟軍人 當時曼德拉去就職之後 在總統府 然後他身邊的幕僚 就跟曼德拉講說報告總統 你身邊隨戶都是白人 你這樣好嗎 要不要換我們自己人 曼德拉跟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如果我不信任我身邊的白人隨戶 南非人民怎麼會信任我 所以他就OK白人 就來 他也不怕 完全不怕 他之所以有這種胸襟 所以為什麼後來會得到 南非人民整個非常愛戴他 其實歷史上這種總統還不少 你看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 他可以三任四任幹到死啊 華盛頓說做兩任不要我要回家了 潔弗遜他總統卸任之後 旁邊的人問他說 總統先生 將來你試試之後 請問你的目字名是要寫 美國第二任總統還是哈佛校長 他說寫校長 他說政客是一時的 但是校長 他認為校長這個位子 比總統更令人尊敬 可是今天就是說 我們在曼德拉 在回顧曼德拉的時候 你在看現在當下的政治人物 或是說台灣的一些政壇的政治人物 大家都會講曼德拉 可是真的這些從政的人 你們有幾個人 有曼德拉這樣的兄弟 美恩姐剛剛想要 把曼德拉的話題引進來的時候 也許也會想要 讓觀眾朋友思考說 台灣的政治人物總統是什麼樣 其實我覺得這完全不能比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套句 對比南非總統竹馬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曼德拉的走 象徵的是南非失去了一個兒子 就南非這個國家失去了兒子 所有人民失去了一個父親 當初曼德拉為什麼會出來 我講個故事給觀眾朋友聽聽看 那時候種族隔離政策 大家都知道南非很恐怖 恐怖到說一個黑人 他在這個開普敦走在路上 撞到一個白人 撞了一下 撞了一下 就這樣 就這樣喔 你知道這個黑人後來被抓起來 做了什麼事嗎 因為那個白人跟法官說 法官他撞我 他汙辱了我的血統 我撞到而已喔 好 就抓起來 然後法官就跟這個黑人講說 你滾 滾出開普敦 那黑人也認了嘛 反正那時候沒地位 不是只有他滾 你的老婆 你的小孩 你的所有人都要一起滾 滾到鄉下去 那等他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他覺得哪有這種事情 所以他要挺身而出 他本身是律師 然後專門替他們打人權律師的這些政策 當然後來還有爆發這個 所謂種族通行證的問題 越遠越烈 所以曼德拉開始經濟來癱瘓南非政府 好啦 結果你知道嗎 那他被判無罪 被判無罪喔 可是南非政府可能會放過他 就開始一些羅茲罪名 五年 五年的罪名把它弄進去 可是後來南非政府 還是最終以判亂類似的這樣的 最後就變27年 好 你再比您到台灣 現在台灣的總統是 幹了一屆 還想要再一屆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也要想他的基人人選 要聽話 是聽話的 對 我講到馬英九總統 我對他個人沒有什麼意見 但我要講的是 他為什麼不喜歡朱立倫 朱立倫你會聽我話嗎 好 那誰會聽他的話 誰才是夏天總統的基人人選 不然他會不會怕清算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做惡夢 說哪一天如果他 他 會有陳水扁的下場 我不知道 但是有陳水扁這個例子在前面 誰都怕自己會被清算 所以他要放 曼德拉就不會 我也不知道 怎麼會有這麼偉大 是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聽觀看 好 來 這拍屁啊 你怎麼這樣 我也是立立書啊 這兩個國家的緣分 曼德拉 老實講我完全不認識 可是我講一個我認識的人 誰 那個人叫做台獨聯盟的主席 叫黃昭堂 黃昭堂 已經死了兩年了 每一年他現在都辦追思音樂會 他說叫我去講話 所以我有去講話 雖然我沒有去認識他 但是我去看他很多車 我說人 為什麼 我在台上講說大官 很多大官死掉 很多有錢人死掉 不會有追思音樂會 可是他有追思音樂會 為什麼 因為大家感念他 那為什麼感念呢 因為他是東京 台大經濟系比後 去託東京大學博士 他長得非常體面耶 託一個東京大學博士 那你知道台頭的嗎 他如果後來出來 東京大學博士出來 做大官 做有錢人會感到 那個年代太容易了 對啊 他去辦一個台灣青年 他覺得說 台灣人受到獎家的壓迫 這個台灣要獨立 這樣當家做主 那後來呢 他如果有一個同志 這柳文青 就是東京大學的碩士 但是他碩士比後 他就沒得到 沒得到 但他國民黨給他 他要給他沒收 那沒收了 他一本就要他遣返 他就這樣 遣返回的事情就大條 這個可能會拚拚了 結果他10個人開花 負面說 我們明天開車來弄警車 把人子阻擋不要給他遣返 他們說沒辦法弄警車 為什麼 警車太多輛不知道 結果就說 不然這樣 等到他壓下去 我們就知道對待了 我們來把他挾持 在東京機場 10個人跟日本警察打架 但是你打不贏嘛 人家的警力太強 我第一話說 我們感到去弄警車 日本的警車 第二 我們跟日本的警察 要挾持人質 可是挾持人質目的是什麼 是要救那個柳文青 同志愛 他也知道 他後來都叫他起訴 都叫他關 你知道嗎 他的博士論文是 在獄中送出來的 你知道嗎 柳文青叫不中 他跟柳文青說什麼 咬蛇之敬 所以 千萬不能回來台灣 就對了 回來就整個都交出來 他們都瓦解 但是咬蛇之敬 看起來無情對不對 其實那是同志愛 那是大愛 對不對 我這樣就叫所有人 但是 黃昭堂 如果他叫你 咬蛇之敬 我相信他很好 他才會叫柳文青 本來是救救不成 那你就要咬蛇之敬 結果呢 結果 劉文青 我怎麼咬下去 但是不好意思 太痛了 我們吃東西 我去咬蛇之敬 咬蛇之敬 你都會怎樣 都受不了 馬上就停住 馬上停住 我就一定咬一聲 對 對 對不對 太痛了 他有沒有咬斷 沒有咬斷 哎唷 整個劉剋 劉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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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叫他遣返 但是他們的貢獻就是 自從那次遣返 他們知道 這個一個政治犯 被送回來的命運之後 日本不再 從此不再 遣返政治犯 這是 這是 第一點 犧牲了柳文青 犧牲了柳文青 這個黃昭堂 他一世人在日本 三十四年 他沒有入日本籍 東京大學博士 會讓他入日本籍嗎 當然會 他不要 然後這個 他一輩子沒有自產 沒有自產 到東京大學博士 頒發給畢業證書 他給他貼入證書 他說 因為你們上面寫中華民國 沒有寫台灣 他不承認就對了 對 然後 東京大學跟他交涉 後來 真的該寫台灣 從此日本 台灣去日本的留學生 從此都寫台灣 你看一個畢業證書 沒有寫台灣退回去 那辛苦那麼久他不要 他不要 可是一個報紙 沒有稱呼台灣稱島內 廣告照樣燈 你不覺得很諷刺嗎 所以我說 黃昭堂為什麼會有音樂會 那一天我說 那時候發財都是台頭的 對 現在TPBS說71%要求什麼 台獨 台灣獨 如果不是這些人 今天我們怎麼敢 在這邊這樣講 我說這個才是人格 令人尊敬 五六年的政府一樣 對 而且是東京大博士獨棄 可是一個50萬的廣告 要起島內他在尊敬 可敬無可負責的 而且是東京地大 為什麼要尊敬 不是 結果這個兄弟 天生就一定不和 為什麼 因為老二娶的是老大的前女人 所以這個大嫂 我們打從一開始 就恨死了這個弟妹 今晚11點 請收看 新聞 娃娃